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来种一下 今天我们干动我 我们要在这个皮革这边种棵树 所以我们得先把这个皮革拿走 商量了一下 树还是种在这里 这里正好有个正方形的一个地方 把这个树移到外面的小花坛去 小心小心 慢慢点 先把这个树挖出来 挖个大坑 坑挖好了 我们放一下 看一下 这样好不好看 可能我感觉 这还要往外面来一点 这样的话比较正中一点 看上去更好看一些 OK 那我们再挖一下 这样看上去正好正中间了 OK OK 接下一步 我们把这个坑里面试点肥 我看一下前面的水管 连不到后面 那程度够了 可以直接这样浇一下 回头我再安排一个水管 那个水槽放在某个角落 这样看不太到 这样浇水就方便了 OK 现在我们先试一下肥 之前有在Home Depot买这个牛粪 把它放在那个花坛底部和土线 再混合一下 这样长得会比较肥一点 牛粪没有放了半袋 然后稍微混合了一下 然后把这个整盆端过去 它的根部不要打 所以它本来就是营养的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 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不会破坏它的根系 好 放上去了 还挺沉的呢 这个桶要从桶里面拿出来 还挺费劲 我们看一下这个根 已经长得很好了 所以我们直接放点土 把它打碎一下 加点水就可以了 OK Let's do this OK 水也浇透了 你看一下 今天先到这里 以后会在旁边种点 种点植被 长青的植被 然后铺上这个 flex sheeting 塑料纸 放点石头上面 这样的话维护 以后维护会轻松很多 不会有很多的杂草 你也不用铺帽去 剪点这种小的杂草就可以了 希望它好好长大 我们的后花园希望越来越漂亮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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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